我们要说清楚苍狼亭与这幅对联的关系 那我们首先得了解苏圣卿 他为什么要在苏州来建这个苍狼亭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 不用我来回答的 为什么呢 因为苏圣卿就写过一篇苍狼亭记 已经把这个问题详详细细地说在里面了 那么苏圣卿在开头就说 我因为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所以受到重罚 这个重罚不是一般的法 是他削职为民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取消了他的一切职务 就是变成一个没有任何头衔的老百姓 我们知道古代的文人 有的时候受到了惩罚 或者降职处理 或者从中央到地方去 这都是一种惩罚的方式 但是苏圣卿不一样 他是把此前所有的职务都取消了 这个惩罚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 那么苏圣卿他也没有地方去 或者说有些地方他不想去 那么以前他到过苏州 他就想 我不如南下 南下到哪里呢 一直到苏州 他这么想也就这么做了 他就一路上 这个颠沛流离的 经过了一段时间到了苏州 那么他不是苏州人啊 那里也没有他的主屋啊 也没有这些 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可以投靠 所以到了苏州呢 就租了一个地方 住下来 但是租的地方 第一位置比较偏 房子比较小 特别是夏天 那闷的人心慌意乱 所以他一直 就想找一个好的地方 好的什么地方呢 用他自己的原话 就是 是得高爽虚辟之地 以书所怀 不可得也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苏州人的意思就是 他理想中的居住的地方 他必须具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 他的地质要高 第二呢 要通风 第三 就是这个地方 要远离都市 要偏远一点 他说这样的话呢 我的心情才能舒畅 那么苏孙青 其实找了一段时间 但是没有找到 但是你只要想找 机会总是有的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机会总已来了 他有一天呢 经过苏州的辅学宫 看到辅学宫的东面 有一片地方 树木葱龙 旁边呢 又有一块比较高的小山 小丘 这也符合他高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个小丘的周边呢 就是一片广茅的水域 就是一片水面 那么与城中的景象 很不相同 再加上呢 有一条小路 弯弯曲曲的通向一片竹林 那么竹林的东边呢 几百步远 就是一块空旷的 被废弃的土地 面积不小 而且这边土地 三边还水 南边呢 也很空旷 那么苏世青 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如果要说高爽虚辟之地的话 那就是眼前这块地方了 那么他在旁边转一转 也碰到了在附近的一个老人 就问这个地方 好像被废弃了很久 这个地方是谁的呢 这个老人就对他说 这里以前可认了 这是五代的时候 这个吴越国的国王 在这里所拥有的一个地盘 那么吴越王的一个小舅子呢 叫孙承佑 那么这个孙承佑 曾经在苏州担任节度使 这个人啊 他喜欢建造园林 那么这个地盘 就是他当年建的园林 废弃以后留下的一些池馆 苏世青一听 原来这个地方很有来历 而且与吴越国的国王 跟地盘跟池馆 都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这是一个 被废弃了的一个文化古迹 苏世青本人的就喜欢 这个地方很合心意 怎么办呢 很简单 买下来 苏世青这么想 所以也就这么做了 苏世青在这个地方 赚了好多圈 我们用苏世青的语言 我们自己看一下 他说 于爱而徘徊 我喜欢 走来走去 舍不得离开 所以钱四万得支 因此呢 用了四万钱 就把它买下来了 构庭北齐 就在北齐 什么叫齐呢 就是弯弯曲曲的水岸 那么也就在这个水岸的北边 建了一个亭 起名叫苍狼 所以我们现在在明白 一个特点 苍狼亭 它一开始 不是建在山顶上的 它是建在水旁边的 它与后来的苍狼亭 应该说 虽然同叫苍狼亭 但是它们的位置 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徘徊两个字 可以看到 苍狼亭对这个地方 真的是十分的喜欢 从这段描述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亭子的前面呢 是一片大大的竹林 后面呢 又是一片广茂的水域 苍狼亭说啊 我拿下了这个潮汉亭以后呢 有时候就经常坐个小船 在这个水里面 晃荡晃荡 看看风景 有的时候上了岸边呢 就在亭子里盘腿而坐 高兴的时候呢 就吼两嗓子 吼得好听不好听也没关系 反正附近也没人 所以与它一起享受 这种快乐的 不是邻居 也不是朋友 而是水中的鱼 和树上的鸟 本来经受了那么大的挫折 心情很郁闷 但是一到了插郎亭 这种郁闷的心情啊 就一扫而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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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